好 谢谢 一大早台北市长蒋万安就在博外国小发送开学小礼物 祝福国小学童展开新的学期 随后蒋万安及台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更化身为国小同学 与二年级小朋友一起上交通安全宣导课程 在老师点名下蒋同学还示范如何正确安全过马路 为大家谨记停看听响四大口诀 好 右看 再左看 好 确实没有车了 好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了 同学可以过马路了 同学今天走路有点机器人 今年又是我们台北市的交通安全年 所以很重视所有小朋友 平常上学或是过马路的交通安全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停看听响这四个字的口诀 每次到路口要过马路都要记得先停下来 看一看 大家记得当我们看车子 有没有过来的时候 是要怎么看 左看 右看 再左看 左看 左看 右看 再左看 哇 你又好认真听耶 然后第三个 听 看看有没有车辆来的声音 啪啪 或者 然后最后一个是什么 想 要再想一想 到底这个秒数还够不够我过去 如果只剩下三秒两秒 就不要跑过去硬冲 如果还有很多秒数 那就走过去 好 所以停看听响大家记得 为了感谢全市岛部之工 长期协助维护学生上下学安全 讲完也宣布提高台北市岛部之工团体 意外保险投保额度到300万元 希望与志工们 持续守护台北市学生的安全 很高兴在今年 我们特别对于台北市 所有学校的岛户志工队 我们特别团体投保的保费 我们把它全面提高 提高到300万 原本的200我们提高到300万 我们就是要确保所有岛户志工 老师他们的安全 另外对于长辈长者 75岁以上做岛户志工 我们也特别额外投个人的保险 就是要确保大家在安全 那也因为岛户志工 能够照顾孩子们过马路 所以这部分我们都非常的重视 另外针对教育部修正通过 国中小学教学正常化实施要点 及正常教学督导办法规定 8月起早自习及午休不得考试 对此台北市教育局长汤志明非常认同 也强调将加强督导 呼吁各校都能落实正常教学 事实上我们也认为孩子的考试要减少 那这次教育部的规定比较严格的 限制在早日起午休时间不能考试 事实上这对孩子的学历成长 应该也会有比较大的支持力量 因为本来一大早来学校 应该有到学校的话 参加一些其他的活动 因为我们孩子还有很多的事情 要做一些缓冲 例如刚到学校的时候 那有些上课的准备 在学校一进来做考试 其实从教育观念来看 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做法 那禁止考试也只是做一个 比较严格的限制 那也希望呢 我们各地校都能够遵守 因为我们希望孩子来学校 是一个快乐的心情 然后呢他的学习呢 也能够比较安心 然后呢比较舒适 记者张气滩台北报道 我就先做找 碎北报道 按 нап半观言 排约